那你不能够 撞死我啊 你想干什么你告诉我姐 我还能干什么我现在还能干什么 我不想离婚啊 可是从你布局的第一天开始 你就注定了要走到这一步 是 我就是想赢他 但是我没了他这个结果 如果早知道这样 我宁可说他你懂不懂 姐 他不想跟你离婚 对 我跟他根本就不是夫妻 十年了 我以为得到这个人 就能够得到他的心 我做了那么多努力 都希望他能够爱我 可是一点点都没有 我居然跟他离婚的缘分都没有 姐 跟我回去吧 他末生前可以离开我 但绝对不是那个女人 姐 他已经跟童雪分手了 是你布的这个局 才有把童雪推回到他身边 所以真为我很后悔 我就想问问他 为了那个女人 她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不要 不要事业 不要父亲的基业 我就想知道这个答案 非要现在去吗 我一秒钟 一秒钟我都不能忍受 我就想知道这个结果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你能改变什么 不就 诚非 你阻止不了我 让我去吧 你就让我去吧 我知道一条小路 可以开车过去 跟我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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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怎么不睡啊 出来抽根烟我就睡了 你去睡吧 你又要赶我走啊 原来是这个味道一点都不好闻 那你也为什么会 我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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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没听电影里说 90后的女孩都出来混了 我都多大年纪了 我说的是抽烟 我也说的是抽烟啊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在心里天天喊你千万遍 最容易我看着你一整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全是光无云烟 回头心上一幕雪 小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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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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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吧 快 快 总让我在心里 天天喊你 千万别 在你我 看着你一场的容颜 幸福 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 却是光光云烈 姐 我们走了 走啊 走啊 小姐 可惜 这是刘亮春的合约 谢谢 走吧 我在外面等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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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后一次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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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 别说了 都已经过去了 这事可千万别跟月盈说 以后也别提起了 好 好 好 那我先出去了 不然我怕月盈会急急行 好 你赶紧去吧 他都快想死你了 快去吧 马上去 马上去可以开饭了啊 赵高兴呢 走了 为什么 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 他今天本来有事 但知道你回来呢 就特意过来看你 看完了呢 他就走了呀 你们吵架了吧 谁跟他吵架了 高兴 高兴 怎么走了 不是说好留下来吃饭的吗 我 我接了个电话 临时有点急事 对不起啊 没跟你打招呼 改天 改天我们再一块吃 月盈说你本来今天就有事 你又说接了个电话才有事 你们俩 是吵架了吧 没有 没有了 骗人 说呀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又做错事惹他生气了呗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心情好的时候会发脾气 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发脾气 不过过两天就没事了 月盈脾气是差了一点 但是 他从来不乱发脾气啊 那是他对你 对我就不是这样了 那倒也是 那倒也是 不过 男朋友 就是用来发脾气的呀 不行 这次 真的是谢谢你了 别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提了 我要去德国读书了 真的 也好 能走就走吧 别再出什么事了 我希望我再离开前 你们两个能修成正果 看到你们开开心心的 我也就放心了 好 月盈他知道了吗 我说去德国的事 这不忙就出来追你吗 还没跟他说呢 那你赶紧去告诉他吧 要不然 他又会生气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好 好了 我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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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我 进来 你帮我看一下挂得正不正 这儿 你帮我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爸 喝喝喝 又喝 我怕喝醉吗 放心吧 我很清醒 当初啊 为了嫁莫绍签 你以死相嫌要我 挽救莫氏 我承认 我承认我真的想要莫氏 但我承认 我承认我 你也想要莫氏 我承认我 就应该不要 一位 我应该对你 我承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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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承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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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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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少千的爸爸也算是因为你而死的 你想想 是你失去的多还是他失去的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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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教练 请您签证 大小姐 大小姐 两位 手续已经完成了 我有些事情想跟莫少谦先生谈 你们能不能先出去啊 莫小姐 没事 让她说吧 直到如今 你都不曾正眼看我 十年了 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女人一生最好的年纪都已经过去 我记得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才是三岁 还是一个略显青涩的大男孩呢 如今岁月已经把你雕琢成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时光在你脸上没留下任何痕迹 除了旗帜 好像没有任何改变 十年前 咱们新婚之夜 你第一次提出离婚 我用最尖酸刻薄的话 跟你打吵了一架 之后你摔门而去 留下孤独的我 哭得泣不成声 十年来 我用我最渴望爱的孤独熬成了毒 一丝一缕 都进入我的血脉 我以为我们会这样 一生一世地纠缠下去 死不停歇 没想到今天走到了尽头 十年前我执意要跟你结婚 你对我说你不爱我 让我务必考虑清楚 你的坦然让我心寒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这一切 我以为通过我的努力 你可以慢慢地爱上我 但十年之后我发现 一切都是枉然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痴人说梦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 我会怎么样选择 但是我不后悔 小千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 我依然会选择爱你 我可不可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情 能把那盏台灯留给我吗 能把那盏台灯留给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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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别娘娘枪了 好好干 远忠靠你了 在我眼里 远忠就是末世 就是我父亲 留下来的东西 别搞砸 不然我不放过你 远忠已经被我姐姐接手了 对啊 她想当女强人吗 她要的不是这些 你不顾一切的挽救末世 就是为了想留在你爸爸身边 她也一样 远忠对她来说 就是你 留不住人 她想留住那份感觉吧 我说这些可不是想让你回心转意啊 就是想让你放心 把远忠交给她 不会搞砸的 你之后怎么办 是东山再起 还是退出商场 我想 先休息一下 为了同学 我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 我走了 保重啊 我爸想见见你 你怎么不客气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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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莫都找我了 十年前我见到你 我就知道你非吃种之物 我没想到 我沐昌和在商场上 吃成了那么多年 最后还是败在你手上 这也没什么 商场如战场 胜败都是常识 就像我跟你父亲 那场商战也是如此 当年我赢了他 如今他儿子赢了我 承宾呢 如果你这么想 会让你舒服一点 好过一点 随便 你喜欢就好 没错啊 今天我是几乎 我败在你手上 可不代表说 我沐昌和已经不行了 我沐昌和 南针北逃三十年 我从未败过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良好 但是你不该恨我 你不该女 不该 是 当年我是渐渐害死的你父亲 但是商场的事 他就是如此啊 没有人能说是我的错 包括你也不行 说完了 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你 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你 其实郑飞也不比我差 只不过是你太贪心了 郑飞他把人和事儿都想得过于没话 但你的果断 跟你的决策都跟我很相 你知道吗 十年前你予以为风 我要把你给毁了 我可以不费摧毁之力 但我便没有那么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看到莫雅华的儿子 到底能够闯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近我看到了 老莫的儿子比他强哦 你行 你行 很可惜啊 可惜啊 到头来啊 还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这就是我比你强的地方 那是因为 你没有人性 就算我被全部的人都出卖了 可我也不会 被自己的女儿出卖 好 沐董 真的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 看着朕飞比你强吧 告辞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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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朕飞老弟啊 好久不见 想死我了 陶伯伯 今天周末 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 没想到一笑就倒嘛 朕飞老弟啊 听说莫少先被远中辞退了 又听说朕飞老弟成了 牧师集团的副总裁 哥哥我特意向你来道喜呀 什么道喜不道喜呢 牧师早晚不都是我接班 倒是今后啊 还得请陶伯伯您多多关照啊 我虽说是牧师的二少爷 可是我还嫩 公司总有一些老不死的 不服我 我又不怎么找我爸待见 那些死老头 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蚂蚁 手指一掐死一只 巴掌一拍死一万 朕飞老弟你放心 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情尽管来找我 咱哥俩是活里活里来水里水里去 那太好了 我手里正有一个这样的人 谁 吴总 把资料给陶总看看 是 陶总 老弟啊 开门见山吧 也好 这几个项目都是陶总您亲自监督进行的 里面有多少猫腻您心里清楚 不看一半 周深 你出卖我 陶总 人往高处走 您可千万别怪我 陶总 你也别生气 他也不是有意的出卖你 只不过是有关部门检查的时候 他配合了一下而已 周深 我平时带你不薄 你现在去薄别人大腿 我无所谓 可是 也得挑个好样子 怎么挑了个嫩的 可是我的钞票够厚啊 钞票不分嫩不嫩 钞票只分够不够厚 您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油奶便是娘嘛 郑飞老弟 从来都是双赢最好 你刚拿了帅艺就迫不及待的开战 太冲动了吧 我呀 是来报仇的 我姐姐做的那些事情 是你通给莫绍迁的吧 嫩草 如果我想的话 我可以比莫绍迁 更莫绍迁 我还没辑 我麻烦了 我还没脑子 我没关系 你最好